很喜歡整理家裡 眼影 像是一本小書一樣 首先是這個亮片色 他品牌的雷斯粉 我會想用耶 水 酒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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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其實是我在操控的 是我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覺得好像有點太多了 沒關係現在家裡有五個小孩 消耗得比較快一點 再一點水好了 我剛剛下午抓了一點時間 把會洋台又重新整理一次 沒有拍影片 因為有時候就是想要自己默默的整理 就是稍微微調一下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像我一樣 就是很喜歡整理家裡 都變成不 temp 等等 水 加油 上so た時 酒 漏子 Ос 然後他包裝還蠻可愛 麥加就這邊貼了一個小貼紙 這是我在看小凱老師的影片被燒到的 這個韓國品牌的眼影 順便還買了眼影筆 我不知道這個名字怎麼唸耶 喔他這邊有寫 喔他這邊有寫 這裡 他包裝還蠻可愛的 像是一本小書一樣 這邊有寫顏色 然後我買的這個是咖啡色的 我印象中有三個顏色都還蠻好看的 然後我挑的是比較日常顏色 就是屬於比較大地色 比較有一點偏橘 喔我覺得他的包裝雖然是壓克力 但是做的還蠻厚實的 裡面有一個隔板 然後隔板上面有沾到一點點他的眼影粉 待會我再試在手背上給大家看好了 然後順便在賣場買了一個眼影棒 色號 我看一下色號寫在哪裡 沒有寫色號 就是挑一個比較順眼的顏色 就是因為想說把它畫在臥蠶這邊 就是可以製造一些假臥蠶 蠻簡約的 有無印良品的感覺 然後鼻頭 這裡面這樣轉出來 畫在手上給大家看好了 這樣子可以嗎 這樣看得出來嗎 還蠻亮的耶 試試看 看不出來齁 NEO的相機沒有像美妝部落客的相機這麼好 就是拍得很明顯 但實際在鏡子裡面看是還蠻散的 而且還蠻滑順的 真的沒有寫色號 反正就是比較偏白色珠光的 首先是這個亮片色 再來是 第二個粉膚色 然後再來是 好忙喔 天啊 而且你還要把手上的魚粉擦掉之後 才有辦法再去沾其他的顏色 它亮片壓得沒有很緊 所以你一勾上去就會很粗 但是抹在皮膚上的時候它是很好把它推勻的 所以我覺得它亮片應該是不至於掉 你看像這樣子 我喜歡這一個 我喜歡這一個 它有點白色混膚色的 再來是這個顏色 它亮片的好漂亮喔 然後再一個深咖啡色 好熱喔 總而言之 我覺得這盤真的可以買 我現在眼睛是已經有上妝 所以我沒辦法試在眼睛上給大家看 我現在把它試在手背上 我是覺得還蠻漂亮的 它的顏色就是它的珠光很散 然後你一開始用手指頭沾起來的時候 它會很大一塊 像這樣子 很大一塊 但是它把它抹在皮膚上的時候是很好推勻的 像這樣有沒有 它會很平均的沾在你的皮膚上面 色號我真的不知道從哪邊看 它沒有寫 給大家截圖一下好了 好美喔 我現在用四式衛生紙這樣擦 它是還蠻多亮片在它上面的 可能用眼唇卸妝的去卸吧 我覺得美妝部落客真的也不簡單 這樣子試色真的很忙耶 所以你每根手指頭沾顏色之後還要把它擦乾淨之後 你才可以再去試別的顏色 不然上面都會有其他的魚粉 好我找到售後服務卡了 這一家 大家截圖一下 沒有業配我只是看到然後就買了 好漂亮喔 這種九宮格的眼影盤 我還有一盤也是小凱老師他出的 然後這盤好像叫做什麼我都忘記 他們有出好幾個就是都賣得還不錯的 我對化妝沒有很厲害啦 但是我就是很喜歡看一些美妝影片 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的 因為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女生的小玩具嘛 你就是買一些眼影盤啊 然後一些蜜粉啊 什麼有的沒的 就覺得心情會很好 好就這樣子 這種餐是吃了 這個離子漆的螺絲粉 就開始瘋狂的搜尋其他品牌的螺絲粉 有幾個是網友推薦好吃的 推薦像蘿蔔王的番茄口味 聽說蠻好吃的 然後我還有買一些其他品牌的 像是好荒羅也是蠻多人推薦的 就是都買來吃吃看 這個賣家還有賣這個小零食 這個之前我在書店有買過 就是小小辣辣的 有時候嘴殘的時候可以吃 搞錯過我 可是 我也是 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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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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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要去巨城買一些東西 帶著最小的 需要籃子,你幫我去拿籃子 現在要煮一打五的晚餐 要是大勺贊助的牛肉麵 因為我跟五號比較晚吃 所以就不要煮太多 這樣子就夠了 這些剛好給一二三四號吃 五號吃 五號吃 阿死掉 沒有黃色 還沒,等一下喔 還沒,等一下喔 要甜豆芬了 對,我都用了 不知道為了 好 甜豆芬 好,不要 太OK 那它現在有在閃 就是 可以 可以 可以想用耶喔 可是我回了 你會排在裡面 哈哈哈哈 就排在裡面 你應該要我們再吃熱脂盆的麵 吃吧 好 好 他們全部都在外面 所以我在這邊和大家來分享 我今天在 無印良品買了什麼 一打五真的很容易燒香 因為男生臭在 槍身也有夠大的 然後一個要蓋過一個 所以 我現在有點 沙啞 好 首先就買了兩個零食 五號說我想要吃的 買回來吃吃看 這是棉花糖裡面有夾心 對 這好像 蠻多網友推薦的 這個是有點像 小饅頭那種 那是比較大顆的 還有 無印良品的化妝棉 之前我拍過一集 無印良品的雷品 我之前買過他們一個化妝棉 就是 它整個會 很容易起司 不是很好用 後來網友說他們有兩款衛生棉 後來網友說他們有兩款 化妝棉 然後另外一種是這種 其中有一個是這種 壓邊的比較好用 那其實我已經先用掉一包了 我就是覺得真的還不錯 還蠻好用的 這已經是我回購第二次了 大家買他們家的化妝棉 要注意就是要買這個 有壓邊的 然後 買了一個杯子 為什麼要買這個杯子 這其實我們家已經有五個了 不是裝洗碗機嗎 所以餐具都是累積到一個量 之後再拿去洗 所以杯子常常就是不夠用 尤其小孩在家裡 他們就是 有時候喝水啊 然後喝牛奶 喝豆漿 就都要拿一個杯子 所以 杯子常常都不夠用 我跟他說我們家已經有五個了嘛 那他這個可以三個疊在一起 放在抽屜裡面 我都是這樣子疊著收 所以他可以收比較多 這個好像是他們的杯子裡面 容量算大的 然後我一直說蠻好用 因為他們手這樣子拿著 有沒有 就是還蠻好握的 好 然後兩個髮品 這個也是回購的 然後其中裡面這個護髮素 我覺得這個味道我還蠻喜歡 它是有點柑橘香味的 我覺得它算不便宜 它這一罐那麼小 我冠材45ml 我就要420 最近是沒有折扣 我是還蠻喜歡它的味道的 這個也是回購的 但是我也是喜歡它的味道 但是我不喜歡它的這種包裝 因為它這種包裝就是 你洗頭的時候你要這樣子轉開來 然後挖 你手上的水就會滴進去 很容易讓這種護髮的產品壞掉 不過它量也沒有很多 就是很快就會把它用掉 所以我就忍耐這個缺點 一個護髮膜大概 我看一下它是幾 130顆 然後420 這兩個售價都是420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購物心得 那今天這集影片就是蠻瑣碎的 就是有一大沒一大紀錄 因為你們也知道 一打五真的忙碌很多 然後尤其不是說一開始就這樣子 是從五月中停課一直到現在 所以那個疲勞是一路累積上來的 所以這集影片的內容可能沒有很多 那是就是記錄一下我一打五的生活 好一樣就是老話一句 如果你要追蹤更多考慮 去追蹤我的IG 喜歡這集影片的話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Kauli 我們下一集見囉 掰掰